一间教室 一根绳子 一个吊着 四个看着 最后赶来这个 没上前阻止 而是被吓得 瘫倒在地 随着一次被替翻 他连忙捂着耳朵 遍开脸 不敢听也不敢看 可下一秒 接着女孩从梦中惊醒 刚刚那个噩梦 已经整整纠缠了她十年 她叫阿丽 吊着的那个女孩叫阿美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亲密无间 可是上了高中以后 一切都变了 胆小懦弱的阿丽 总是被学校里的恶霸欺负 阿美看不过去 要替阿丽出头 这次出头 却让阿美入了彪格的眼 彪格让阿丽 把阿美骗到教室 强制于阿美生命大和谐 第二天 被玷污的阿美遇到了眼镜 眼镜安慰阿美 可是几天之后 阿美在美术教室发现了眼镜的画 画的竟然是彪格玷污她的场景 原来那晚 眼镜一直在外面偷看 变态的眼镜把这一幕画了下来 阿美看着这幅画 脑海中回忆着痛苦的画面 什么友情 什么温柔 全是假的 悲愤欲绝的阿美 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 阿美的死 对几人似乎没什么影响 只是少了个欺负的对象 但是他们可能没听说过这句话 女子报仇 十年不晚 阿丽日日被噩梦惊醒 阿美在梦中 让她把生前欺负她的几人带到她面前 早就被噩梦折磨到崩溃的阿丽哪敢不走 于是阿丽以同学聚会为友 把彪格四人聚在了一起 救足饭饱之后 竟然打算先送阿丽回家 不料途中 彪格多看了阿丽一几眼 就看出事了 等他们再次醒过来 竟然发现自己回到了高中校园 学校早已荒废多年 看起来阴森可怖 他们扶起受伤的彪格 打算离开了之后 发现阿丽不见了 竟然来到门前往外看 发现阿丽背对着他们 站在走廊 小花突然听见身后有动静 转头一看 再一看 阿丽也不见了 竟然商量一下 决定分头去找阿丽 大庄和小花来到二楼 小花突然拽住了大庄 人在恐惧下 容易尿急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于是大庄在厕所门口等着小花 可是小花却听见了女人的哭声 紧接着 小花战战兢兢的走出隔间 极度恐惧的她一定不记得 十年前她就站在这里 狠狠的伤了阿美一个耳光 下一秒 阿美的鬼魂出现在她耳边 她被阿美控制 捡起地上的螺子道 大庄听见小花的惨叫撞开了门 此时阿丽也闻声赶来 大庄刚想上前看看小花 突然感觉不对劲 她缓缓转过头 阿美惨白的脸出现在眼前 吓得大庄拉着阿丽就跑 两个人躲进解剖室 大庄看到一只青蛙 突然一阵反胃 直接吐出了三百万只青蛙 她也忘了 十年前 她曾经在这间解剖室 逼着阿美活吞青蛙 然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大庄的肚皮在鼓动 她惊慌地向阿丽求救 阿丽适时拿起手术刀递了过去 走廊里的眼睛听到了惨叫声 紧接着看到阿丽狂奔的身影 立刻跟了上去 另一边 飙哥见大家迟迟未归 打算出去找找 可他刚起身就看到了阿丽站在门口 一眨眼的功夫又不见了 等他走出门 飙哥认出眼前的是阿美后 吓得他连滚带爬的往外跑 就在他以为自己逃出生殿时 这边眼镜找到了正在哭泣的阿丽 渣男病又犯了 抱着阿丽开始后 不要怕 有我在 和当初哄阿美的说辞一模一样 这反而刺激到了阿美的鬼魂 她附身到阿丽身上 要掐死这个渣男 紧急贯头 眼镜大喊阿丽的名字 唤醒了阿丽 捡回了一条命 可他不知道 在阿丽被附身的时候 看到了阿美生前的记忆 阿丽抓起画笔 质问眼镜当初为什么那么做 眼镜却说 可真是死得其所 杀死眼镜后 阿丽在天台上见到了阿美 这时 阿美惊醒 她还在车上 那些本该被阿美杀死的同学 也好端端的坐在车里 难道刚才的一切 都是阿丽的噩梦吗 那这部影片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这恐怕是另一个循环的开始 他们将永远活在 被阿美花屎弄死的循环里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啊